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主旋律的故事情节 极浓厚的宣传色彩 这些画作的展览地点既不是平壤文化展示馆 也不是金日成综合大学活动讲堂 而是美利坚合政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 美籍韩裔艺术家 美国乔治城大学艺术学教授文凡刚 在美国美利坚大学卡层艺术中心 策划了这场名为朝鲜当代艺术 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演进的画展 首次将23幅朝鲜艺术家的画作带到美国观众面前 这是最特殊的一幅画吗 我觉得从技巧和内容层面上来说 这是十分具有表现力的一幅画作 这幅画具有大理石的质感 你看这里 有很强的明暗对比 这幅画很有戏剧效果 很像一个电影的场景 在上世纪70年代 有很多这样有质感的作品 当时很流行 这个是向人民进行宣教的好方法 朝鲜长期孤立于国际社会 每年只允许少量外籍人士进出 在半岛局势持续动荡 美朝关系处于冰点的局面下 这批画作如何实现了这样的旅程 我当时在思考我的下一个作品选题 灵感应该来源于哪里 我当时思考了各种可能性 既然我出生于朝鲜半岛 或许可以在本民族的历史中 找到灵感 但是朝鲜半岛已经分裂多年 而我希望获得最完整的动力全员 因此我决定去朝鲜 艺术热忱与民族情怀 令文凡刚决心北上 但作为一名旅居美国的韩裔人士 其国籍身份对于朝鲜政府的敏感程度 不言而喻 他的学术之旅 注定不可能像访问其他国家一样轻松 我的情况是我是美国公民 因此我找到了朝鲜政府 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的办公室 我向他们递交了我的申请 之后你就可以去中国 在北京或者是沈阳领取你的签证 在我到达的时候 我在当地有一名向导 我们必须一起行动 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 在获得入境许可后 文凡刚进入朝鲜10余次 他一方面尽力与朝鲜政府保持良好沟通 另一方面不断与当地艺术家进行交流 最终经过仔细甄选 购买了20余幅绘画作品 带回美国 通过这次画展 我希望美国人民与朝鲜人民之间 能够增进相互了解和跨文化交流 减轻目前在朝鲜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然而文凡刚教授的希望 是否能够被美国观众所理解 在记者采访期间 参观展览的观众寥寥无几 而在互联网 关于本次展览的宣传页面上 一些网友也纷纷写下自己的意见 我必须同意 大多数朝鲜的艺术作品都是宣传工具 但也不能仅仅关注于此 在朝鲜的艺术作品中 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元素 的确 一般意义上 朝鲜的艺术作品以宣传为主 但并不是全部都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反映人民日常生活的作品 风景画 全家福等等 我认为说朝鲜的所有作品 都是宣传 并不公平 美国之音记者王平 鲍容 华盛顿采访报道